《七个房间》 只能让瘦小的弟弟通过 于是姐姐让弟弟顺着水沟的左侧游出去报警 过了一会儿 弟弟就回来了 他向姐姐汇报左侧前游的情况 原来左侧有三个一样的房间 每个房间都关着一个女人 臭水沟在左侧第三间被铁栏杆挡住了 没有办法再继续前行 这些妹子也都是被弄晕后带到这里的 听完弟弟的描述后 姐姐赶紧让弟弟再去水沟右侧探探情况 弟弟发现水沟的右侧也有三个房间 右侧第一间和第三间也都关着一个女人 但第二间却是空的 并且右侧第三间的水沟也被铁栏杆挡住了 被关在右侧第三间的是个疯女人 他告诉弟弟 经过他几天的观察 绑匪每天晚上六点都会将一个妹子杀掉并且碎尸 每天六点多都会有血水和尸体的碎片 顺着臭水沟流动 弟弟也在臭水沟里发现了一大团头发 顿时感到害怕 弟弟将这些情况一五一十地汇报给姐姐 随后弟弟就跑过去吃绑匪留下的面包 因为其他房间里的妹子们早就吃过面包了 证明面包没有毒 到了第三天 姐姐委派弟弟游到各个房间 去收集一下他们身上的物品 说不定能派上用场 弟弟通过绑匪每天送来的试探推断 被关在左侧第三间的这位非主流姐姐 已经被关在这里六天了 弟弟把搜集来的物品全部交给姐姐 为了方便分析 姐姐用口红在墙上画出了七个房间的示意图 并标注出每个房间中的妹子被关押的天数 弟弟顺带指出 昨天的那个空房间里新抓来了一个妹子 而隔壁的风大姐却已经不在房间里了 姐姐因此猜出了绑匪杀人的规律 绑匪按照房间从左到右的顺序 每天晚上六点都会杀死那个被关了六天的妹子 然后再抓来一个新的妹子进行补充 为了证明她的猜测 姐弟二人在晚上六点多时盯着臭水沟查看 果然从臭水沟左侧的入口处飘来了浑浊的血水 一同飘来的还有一些破布片和美甲 弟弟一眼看出被害的正是那个非主流姐姐 姐姐的猜测也得到了证实 姐弟俩抱头痛哭起来 到了第四天 弟弟来到了即将被杀的四眼妹的房间 四眼妹说 她很羡慕弟弟能在水中前行不会被杀害 到了第五天快六点时 弟弟又游到隔壁房间 打算安慰一下下一个被杀的妹子 这时门外传来了绑匪的脚步声 弟弟在最后一刻成功游回了自己的房间 这次弟弟获得了宝贵的信息 原来房间的铁门并没有上锁 仅仅是用门栓挡住的 终于到了第六天的晚上六点 电锯声和门栓声伴随着恐惧而来 只见在昏暗的房间内 姐姐正紧张地将弟弟护在身后 绑匪挥舞着电锯披了过去 这时他才发现 姐姐身后的弟弟是用衣服团做成的假人 躲在门后的弟弟趁机逃出房间 并快速关上铁门拉上门栓 绑匪困住后 弟弟依次打开其他房间的门栓 成功救出了其他的妹子 弟弟站在姐姐的门外 听着门内隐隐约约传来的电锯声 不禁泪流满面 虽然弟弟和其他人都得救了 但姐姐却光荣牺牲了 紧接着一个漂亮的妹子走过来安慰弟弟 说接下来的事情就让警察来做吧 这不仅仅是一部简单的电影 更是一段惊心动魄的生离死别 一种无法割舍的真挚亲情